据监测,今日本市新发地、大洋怒等7家主要农产品批发市场 蔬菜上市量2.27万吨,货源稳定 上市量仍处于较高水平 平均批发价每公斤3.44元,价格平稳 猪肉交易量58.2万公斤,日环比增加10.4% 平均批发价每公斤18.33元,价格稳定 鸡蛋交易量43.5万公斤,日环比增加1.9% 批发价每公斤10.52元,与昨日基本食品 成品粮、成品油交易稳定,储备充足 储备量均能够满足本市居民30天的消费需求 总体看,本市各类生活必要品货源充足稳定,供应有保障 针对近日部分社区网点、连锁门店 短时间内出现消费量增加的现象 我是及时采取措施 指导企业加大备货、调货 做好末端供应工作,满足市民消费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